好 这样就可以了吧 大掌 可以 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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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八卦型木丧 当专家打开木顶后发现 木中竟不负场里的停放着三具棺材 在吊桩转移的过程中发生意外 由于棺果太长卡在了木道口 担心棺中宝物受到伤害的专家心急如焚 将八卦木暴力拆开 这才化解了危机 随着棺果被打开 大量的精气漆气出现 让专家们收获颇丰 2019年恩惠合肥的修路现场 有工人意外从地里挖出大量青灰瓷石砖 这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材料 他们怀疑挖到了谷木 随即向文物部门汇报 很快研究所专家兴奋的赶往现场 考古人员本以为这是一座普通的木桑 然而当他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向下挖掘时 欣喜地发现 整个墓穴的结构 竟然是一个道教八卦图 这样的结构 就连见多诗广的专家都从未遇到过 莫非墓中有各种古代道教法器吗 根据周易记载 八卦可通神明之德 类万物之险 除此之外在我国道家思想中 八卦图被议为能除兄必灾震慑邪恶 专家们对于墓注人的身份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他们力气加快挖掘进度 当进入墓中的那一刻 眼前景象让他们感到困惑不已 墓中居然有三口棺果 并且三具棺果的摆放形式极为悔异 就像是当年下荡时 棺材不小心掉进去一样 全部都是侧面着地 难道这是道教的某种特殊阵法不成 这三具棺果中间的最大 旁边两个相比起来小了不少 更令专家惊喜的是 古墓竟还是极为罕见的仿墓专式建筑 眉眼门框门连一英俱全非常精美 门的后面则是拱形结构 可想而知耗费如此大手笔建造墓学 墓主人定不会是普通人 考古专家根据墓里种种线索推测 这座墓应该属于北宋年代 结合北宋流行一夫一妻一妻的合葬形式 专家感觉旁边两个小的棺果 应该就是墓主的一妻一妻 没想到古代道士 竟然也能享受到这种艳妇天伦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现场考古人员在对古墓清理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文物 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明墓主身份的东西 只找到一些陶器碎片 于是众人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棺果内的文物了 但此时考古现场围满了大量的吃瓜群众 专家们集体研究后 决定为了文物安全 将棺果运回实验室 再进行开关研究 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八卦型北宋户户 墓中发现有三具棺材 除道士本人外 专家猜测另外两个是道士的期限 为保障棺果的安全 专家们决定将棺果运回实验室再进行开关 让考古人员没想到的是 由于棺果常年在积水中浸泡 使得重量翻了好几倍 考古人员用尽全力棺果只有轻微的移动 并且目中操作空间狭小 考古人员不得不调整方案 先把较小的棺果进行转移 现场操作工人对棺果加固处理 一切准备就绪后准备起调 随着众人齐心之具 晓得棺果的吊装非常顺利 这个棺果不仅很小 还非常简陋 专家看着这个几块木板随意拼凑的棺果 推断这具关注应该是小切 并且棺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而专家们最看重的棺果在吊装作业时 却发生了意外 因为棺果超出了墓室口的长度 竟然直接被墓口卡住 专家最终决定将发挂入口破坏 这才将棺果从墓中吊出 由于墓口扩大 后面的吊装工作非常顺利 三具棺果都如愿被专家禁数装车 为了防止棺果在运输路途中受到伤害 他们又在棺果的底部放了松软的泥土包 2019年5月24日上午 棺果终于被运送到了提前订好的开关地 在转运的过程中 一个台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有人现场找来工具 很快解决了问题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了 信号这次意外没有造成文物损坏 这也让考古人员不敢再忙碌 专家们对三具棺果也开始心有一技 因为仅在装掉运输的过程中就意外不断 后续的开关是否能顺利进行 也让他们心里没底 这次为避免出现意外 专家们做好万全的准飞 终于开始对最大的棺果进行开启 可这时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为了保护棺内文物 三具棺果在起掉运输的过程中 一直保持原样测放的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 是否需要将棺木扶正在开关 随后棺盖上的巨大锚钉被拔除 男主的真面目即将揭晓 让专家惊喜的是 牧主人的遗骸虽然已经面目全非 但里面的陪葬物却都保存蛮好 专家先把遗骨放在一边 开始专心清理棺内的文物 过程中专家们发出接连不断的赞叹声 考古工作就在众人的欢呼喜悦中进行着 这些被清理出来的每一件文物 在北宋时期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现代价值更是难以估量 但罪令专家们惊喜的还不是这些 而是关中角落里发现的另一件物品 打开八卦墓中取出的主棺 考古专家被棺内大量的文物者的欣喜至极 就在这是角落中的一件文物 引起了再长专家的注意 经过清理过后发现 这原来是墓主带的一顶奇沙冠 在古代七沙冠市做官男子才会佩戴的饰品 这说明男主人不仅是一个道士 还是一位北宋官员 由此一来 剩下的两个小的官果 应该就是这位官员的夫人 一般来说古代贵妇下葬 一定会佩戴不少金银首饰 这让在场专家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开关工作了 第二天一早 考古人员就迫不及待地要开启第二具官果 当看到这具官果内的文物后 众人彻底看呆了 这具官内的文物不仅更加精美 而且数量已比南木柱的还要丰富 激动的专家们加快了清理文物的速度 随着大量文物被清洗出来 各种各样的瓷器栖息眼花缭乱 这是一个更加震惊的发现 让在场人员欢呼去运 在官果主人的遗骸堆里 一个金黄黄的手镯 被眼尖的考古队员发现 并且他凭借多年考古经验推测 官内应该还有一个同样的手镯 果然不久之后 考古人员在同一个地方 真的找到了另一只一模一样的金手镯 清洗过后专家发现 上面雕刻着各式精美的花卉和凤纹 其科学研究价值非常之高 随着继续清理 大量的金珠金耳环金钗 金三次金被墓书等珍贵文物 出现在众人面前 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官果的主人 是墓主七次的可能性最大 等待清理结束 收获颇丰的考古队 立即把考古目标 转向最后那个小的棺材上 然而等打开棺盖 结果确令他们失望 这具棺材内竟然没有任何文物 只有一句零乱的尸骨 专家推断这应该是墓主小切的官果 由此可以看出 北宋时期七合器身份的差异巨大 就像是一个主人一个女仆般天壤地别 到此为止考古专家们 没有在墓中发现任何关于墓主身份的信息 所以墓主的真实身份 暂时还是个女 只能等待日后更多的考古 提供更多线索 关于本期视频您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